謝謝Jeff 這個陽光大男孩 其實是紳士 當我可愛女兒的老公 那女兒15歲就一個人生我沒有媽媽 所以他對家庭也是很用心維護 希望Jeff關門起來 在家裡就是好的老公 好的爸爸 開門以後就是好的朋友 跟人家打籃球做生意 在出野門以後 雖然外面有花花世界 別忘了還有家門裡的 忘了就寫的 可愛的女兒 關門做好老公 出門做好朋友 再更出野門了 別忘了家裡還有腳踢 然後女兒不太會做菜 每次她做菜給人家吃就會燒焦 然後女兒有時候她才藝很好 她很會唱歌會跳舞 會主持節目當過空姐 很多優秀的才藝 可是缺點就是不太會做家事 請Jeff多幫忙 多愛他 沒有問題 謝謝你啊 嫁給這麼好的老公 謝謝Jeff這麼疼往你 謝謝你們 OK 希望你們平安快樂健康 謝謝 謝謝 那Jeff有什麼要對岳父說的嗎 對 當然 我覺得 其實岳父 會長把這邊其實也教我蠻多 就從另外一個 一個angle去看這個世界 我可以看到他對那個 那個跳舞的那個執著 就算他腳不舒服 其實我知道是很痛 他走都不太能夠走 他還是寧願上場去教這個跳舞 然後 他每年都還會 每年都還會辦一些 在桃園辦一些舞會 然後我其實讓我蠻感動 看到那些 可能是有些身體 有些殘障的進來 然後用輪椅跳舞 那所以說 我知道這是他一生的自愛 就是跳舞 在這個舞台上面 那 除了這個之外 希望 輝王八這邊也 多多照顧自己的身體 這些 最終最終 還是家人是跟你最最親的 所以說 希望你好好照顧你的身體 然後 多聽Linda 還有寶姐的話 這樣子 對啊 這要聽女兒的話 他感覺輝王哥是蠻聽女兒的話的 對不對 他說 誤會大了 他持保留態度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兩個前世情人說 對啊 我覺得就是 兩個前世情人 一個啊 兩個前世情人 你好好說 一個前世情人 一個前世情人 就是我爸爸真的就是藝術家 你剛剛講說他很好控制 他真的很不好控制 因為他是真的是比較感性的人 他今天想做什麼 你是攔阻不了他 就像剛剛講他腳不好 他還是就是一直拚命的跳舞 那身為女兒就是會擔心 他還有一些三高的問題 然後我們都是 就是希望他可以按時的 你知道吃藥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你的健康才是我們最大的幸福 這樣子 所以除了藝術跳舞之外 我覺得健康是 凌駕於一切之上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真的 然後老公你就繼續包容我吧 喂 而且 記得要換車 記得要換車 我們先讓阿Ben來講好了 我先說 對啊 你先說 我先說 我對爸爸說 爸爸謝謝你 謝謝你跟我們一起住 對 然後因為 因為其實 爸爸跟我們一起住 對我來說 因為我從小到大沒有跟爸爸 有那麼長的相處的時間 跟自己的爸爸 所以爸爸跟我們住 其實我可以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說 怎麼樣跟自己的兒子女兒做互動 那也算是一種提前的遇息 那爸爸住在家裡面 也有讓我有 跟爸爸同住的感覺 不僅是岳父 真的是像爸爸一樣 那會擔心你說 可能今天通告幾點 需要幫忙接孩子啊 怎麼的 那反而都是一直在幫 幫我跟小可 在照顧小朋友的部分 那我希望爸爸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然後去從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 然後 謝謝爸爸 謝謝爸爸 願意跟我們一起住 爸爸現在喜歡做什麼 就 他還是喜歡跟朋友去遊山玩水啊 去玩一玩這樣 有點半退休的狀態 但他有時候季養起來 還是忍不住會去接Case 會去導演 對 會去拍戲這樣 有工作還是做 有工作還是做 但是我希望是 爸爸可以好好地享受他接下來的人生 想要做他 想做的事情 對 然後可以放心 太棒了 對 坤哥呢有什麼要跟阿Ben說 對啊 我也是 其實他感謝我 我也要感謝他啦 就是我也是做人女婿的嘛 我一直講說 如果在我那年代 如果我老婆跟我講 岳父要跟我做 我會覺得別別扭扭的 多多少少 那我很感謝他就是說 因為我老婆也走得著嘛 所以女兒就說 一定要照顧我 然後他也答應了 答應我 我住他家裡 很感謝他 然後我想說 住你家咧 也沒事情嘛 那是現在Case比較少了嘛 那我就想 剛好生第一個寶寶的時候 我說這樣子好了 那個小孩子我來帶 我就跟女兒講說 小孩子我來帶 然後他就 他就講說 不要 我說奇怪為什麼不要 我就會誤解 為什麼不要 對不對 我的孫子為什麼不能帶 他說不是 他說 你如果帶的話 其實就變個責任了 其實你高興的時候 你就過來 爸爸帶了小孩子 他不想小孩綁住你啦 因為你其實喜歡 像Ben講的 你喜歡遊山玩水 現在是享福的時候 對 其實帶孫子很好 也不是不放心讓你帶 但就是怕孩子把你綁住了 對 他真的很貼心 真的很貼心 然後這麼多年下來 住在這邊 我真的很感謝 感謝女兒跟阿Ben對我 雖然中間有一些 對 我們作為人長輩的 有時候跟小孩住 有些東西 我們真的不能太管 我是個人認為我這樣 所以我現在 基本上我都不太管他們的 什麼事情 他們事情 我相信他們都會處理 那我只是覺得 就是說我的感覺 因為別人大概還不知道 我的感覺好像是 他好像是 大概是 畢竟是長輩嘛 就很尊敬我 很幹嘛 有時候不敢貼太近 其實我是很 很喜歡 找幾個人喝喝酒啊 聊聊天這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常常跟別人 在聊天的時候 跟有時候跟他們 一起出去的時候 很多朋友在聊天 在聚的時候 我就其實我心裡都會想 他都不知道 我心裡想說 唉唷 怎麼 他不過來 嗯 你知道嗎 我就會這樣想 可是他不會喝酒啊 對啦 對啦 你也知道嘛 大家都知道 輝哥你下次打給我 對啊 或者是我 對啦 對啦 他不會喝酒 但是 有時候我跟 他的其他朋友 聊得很開心的時候 我心裡都會想 我女婿為什麼 不過來跟我這樣子 怎麼親著家聊 你把他當兒子 對 所以說 剛好今天藉這個節目 也謝謝這個節目 有這個機會讓我 讓我講出來 講出我心裡的話 好棒啊 抱一個 我過年配你喝兩杯好不好 抱一個了啦 謝謝爸爸 你這個 好啦 薑黃先吃兩顆啦 對 拚到底啦 拚到底了啦 沒有 不喝酒是對的啦 反正過年 後面都沒事都可以一直睡啊 當然過年的時候OK啦 對啊 就怕他兩杯完就睡 也沒聊到天 小可蕾有什麼話 想要對前世情人說 一路走來 我知道爸爸很辛苦 因為 白收起家要拉拔 我跟弟弟長大 然後 一路以來 他其實都不太管我 包括事業 包括家庭感情 但是我知道他很多時候 都是怕我們有壓力 就是他怕他問了什麼 或是表達了什麼 然後對我們來講都是壓力 然後有的時候我也知道 爸爸有時候很關心我 但是 可能 他的表達方式不是他的意思 然後我就會給一個 我的表達方式 但是我後來會很後悔 怎麼我用這樣的表達方式 但是我也很感謝 就是我的爸爸 然後 然後 雖然說這一路走來 也許都跌跌撞撞了 無論是在 可能 家庭裡面少了媽媽 或者是 很辛苦地在做自己的事業 但是我覺得 因為爸爸在身邊 讓我覺得 結婚前我有個很大的靠山 然後 謝謝你們 好棒 其實 很感人 對 好棒